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来的讲师高博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看了一些 简单的分支结构 对不对 有单路分支和双路分支 那这节课咱们看一下 稍稍复杂一点的 多路条件分支 也叫多项条件分支 那这指的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单路分支的话 只遇到一个条件 对不对 双路分支是 但是成功和否则的话 是两条路 对吧 而多路分支呢 你可以有无限多个条件 来判断 那就是这样的结果 看一下 表达是一表达是二表达是三 看到了吗 如果成立了 就到这个地方去 如果这个到这来 如果这个到这来 看到了吗 如果否则的话 这些都不济 看到了吗 那需要一个从这配合 就否则如果 OK 那语字的结构是这样的 咱们做一个笔记 这是上一刻咱们的笔记 把它去掉 这样 如果这里边写个什么 条件 看到了吗 然后否则如果再写一个条件 这边来个条件二 然后再否则如果 这边再来个条件三 像这样可以一直写下去 最后也可以再跟个什么 否则从这 当然后边的否则从这 可跟可不跟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否则如果也是个从就 然后呢 这个否则如果呢 在P2P里边的语法 跟别的语言有点不太一样 别的语言的否则如果是两个词 否则如果 对不对 P2P呢 有一个这样的关键字 否则如果可以写到一起的 那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写这种格式 这样的话跟别的语言 都有点相通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这是P2P独有的 很少语言里边有否则 如果这俩看成是一国念字的 但P2P就是这种 也就是你平时用哪个都行 在写P2P程序的时候 听懂吧 建议使用上面的 但你不一定非得完全遵守 对不对 所以你平时写哪个都可以 这个呢 你就按自己的一个习惯就行 对吧 但是好的习惯是按上面这种格式 当然了 同样跟咱们前面说过的 也有一点 如果这个语句成立的话 语句成立的话 这会怎么办 如果一条语句的话 也可以不加大括号 这话我都反复强调了 多条语句必须加大括号来控制 知道吧 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什么呢 在写条件的时候 不要这么写 比如说我就拿这个来说 比如说如果 $A大于2 看到吧 如果$A $B大于3 如果$C大于4 看到这样情况了吗 条件不是这么玩的 那有的说不怎么玩啊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最好是对同一个条件的多种状况去判断 对吧 而不是牛马骑不相关联的 A大于2和B大于3 这俩条件有关联的吗 没有什么关联 对吧 所以这样的判断的话 是不符合逻辑的 一般的都对同一个变量的多种情况 进行判断 就是吧 尽量是相关联的多个变量 就是吧 不要说判断 如果比如说这个楼高有30层 对不对 然后否则如果汽车跑多快 楼高和汽车跑多快 这俩条件是不是没啥关联呢 所以这样判断是没意义的一种逻辑情况 那你要判断楼的话 如果楼高是30层 如果楼宽是多少 对不对 如果楼有多少个窗户 都跟楼有关的 你要判断车都跟车有关的 就是对点吗 而不是说一个条件判断楼 一个条件判断车 一个条件判断空气 对不对 对吧 跟这个是没关系的 OK 这是一种情况 否则如果多路 尽量是一个条件 多个情况 对不对 那比如说 现在能判断一个 一个分数的范围 对吧 比如说假如说 有个S7R1分数 这会儿等于多少分 咱还没确定 对了吗 然后我给它不同级别 比如说 60分以下的 比如说是不及格 对吧 60分到70分的 咱们本的叫做什么刚计格 70分到80分能就好 80分到90分 咱们就是U 对不对 就凉吧 90分到100分 那就U 行吧 就这样的一个级别 比如说 咱们这会儿可以判断 如果什么 刀断分数 比如说这会儿是 如果这个SQI 大约80 大约等于80吧 对吧 并且当时还需要一分说 小约等于90 或者是大约等于90 咱先从路开始 对不对 小一等约100 是不是这样的级别 那这个级别 我们输出分了 就是输什么 比如说这是 对 U 一个字就可以 然后再否则如果 你看是不是对同一个变量 都多个情况 对不对 输出SQI 一分数 大于等于80 并且输出SQI 怎么当 小于90 咱们这会儿是 凉吧 应该说 对吧 这块 凉 对吧 再否则 否则如果 是不是可以写在一起 但是整个表达式 你都是分开的 你就都分开 并有的分开 有的不分开 记得吗 这话只是给你写个反例 S 我往下一点 不然的话 容易 被妹子挡到代码 对吧 SQI 分数 如果大于等约70 对不对 并且 SQI 小约80 咱们这块就是 好吧 可以吧 再否则如果 $SQI 大于等于60 对吧 并且 $SQI 小于70 这块就写到 一般 对吧 输出 一般 然后再否则 其他的 不在这块 它是100%的 就是什么 或者是这个吧 这块再 否则如果 我再写了条件 $SQI 大于等于0分 并且 $SQI 小于 60 这块就是 比较差 对吧 这块比较差 妹子 你平时的成绩 都在哪个范围内 有 低调点 我才经常是有 来 咱们看一下 这个分数 假如分数 我现在随便给一个 随便给一个 那给多少 100 你看一下 那 现在应该是输出什么呢 说出错误 错误在哪呢 看一下 这是一个解析错误 应该是 与法人能出问题了 对不对 那看一下 与法人出现问题在哪呢 看一下 如果分数大于等于90 并且 这块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番号 对不对 是不是优 对吧 那假如说 咱说100字的 如果是200分呢 200分这里边 条件符合哪个条件吗 不符合 哪个条件都不符合 你看一下 是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呢 不符合条件的话 否则 是不是还可以加个这个从事啊 然后咱们输出什么 对 有误 对 操作有误 对操作有误 现在你看一下 这样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这就是多路分支条件的语法 是不是同一个变量在各个情况下 然后去哪个分支啊 嗯 那这里边 现在这个写法是有问题的 嗯 是有问题的 嗯 没感觉有问题吗 你觉得条件什么大于90小100又大一半小 条件比较复杂吗 只要你知道多罗分支有一个特性就行了 什么呢 记得多罗分支有一个最大的特性 什么特性吗 这块咱们需要让你注意一下问题 注意什么呢 在 怎么 这种多路 分支中 只能 进入 一个 嗯 这种啊 就像比如说妹子 你如果找到对象了 对不对 嗯 再看见说一个你就不能再打算了 对吧 就这意思 条件补合一个就行 那这块 如果 它们直接是排斥的关系 进入一个就不会进入第二个 一定要理解这问题啊 那这里边你就不用判断其他范围 你看我直接 我简化一下 分数小于 分数 小于90 你看这有点不太对 但是我先这么写一下 大约80 这块有点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 我得改一下程序啊 你就假设一下啊 如果分数我输入 假算这个我输入 95 嗯 95会怎么样呢 进入哪个 小不小100 这一条件成立吗 是不是肯定就是优啊 但是我这会如果我这么写成一的话 我输入72 分数 这个成不成立 是不是小100 是不是这一句进不了了 对不对 如果像这么写成一的话 一定要组合一下条件 你就想进入第一个就回进第二个 进入第二个就回进入第三个 知道吗 那如果这块分数 比如说 我换一下 这块是60的时候 小于等于60 这块 小于等于70 这块 小于等于 这块80吧 然后 小于等于90 小于等于100 看一下 我把这几个 这块 60 这块 小于等于60 这块是什么 是不是差了 对吧 小于等于70呢 是一般 换一下条件 然后小于等于80 就是好 对不对 小于等于90的 这块是 0 然后这块是 优质 是吧 看一下 我现在72 72小于60吗 小 不小于 这个能进来吗 不能 72小于70吗 不能进来 72小于80 是吧 能进来对不对 那72小不小于90呢 小于90 小不小于100呢 对 所以只要进入一个条件 就不会进入第二条件 所以72是小于80的 就会进到这来 对吧 但是进到这 其中只能进入一个 所以进入这块 输出好的话 就没输出这个 对吧 那这也没输出 虽然条件下边也满足 那像这样几条件 比刚才看起来 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我输出72 你再看结构 是不是好 对吧 虽然下边条件也满足 对吧 但是没进来 那我再说200呢 怎么呢 2 是不是就有误 对吧 这些条件是不是都不符合 这就是咱们多路分支上边的一种情况 否则如果 否则如果 行了吧 记住几个特点 一定要记住几个特点啊 多路分支中 从上往下 从前往后制定 对不对 对 只要遇到符合的条件 对不对 就不会进入其他的条件 对不对 比如说你来咱们这楼 有一排教室 对吧 你只要进入一个教室去上课 你就不会再进入其他教室去上课 对不对 所以遇到第一个符合条件你就进去 其他条件就不进去 这种一种排斥的关系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第二点要注意的什么呢 多个情况都是在什么 一件事上发生的多种情况 比如上课的时候选择教室 这种情况 对不对 你不能说如果教室门开着 然后如果天气好什么的 跟天气和教室门开着 这两个条件是相违背的 所以尽量对一个变量的多种情况 对吧 进行多路的进行判断 而不是牛马鸡不相 怎么呢 牛马不相鸡那种 多个不相关联的多条件判断 这点荣耀 所以多路分支 对于咱们开发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些课学的 否则如骨这种从劲 好吧 那这些课呢 咱们就叫到这里 大家如果没掌握的话 你先记一下语法 这些是后边也是天天用的东西 听懂吧 也是你总也离不开的东西 所以呢 不怕大家学不会这点 只要是你坚持学 对吧 了解语法 后边用的时候稍稍知道一些 这些东西 好多人都说 有一个特点说 总跟我说 高老师 我对于一些语法来说 学听了听懂 看了看懂 一字一写就不会 然后最主要问题是我记不住 听懂吧 学程序是有窍门的 像这些东西 你有点印象就行 咱们天天用就不怕记不住 对不对 我学英文单词的时候 ABC字母 我也记不住 当时学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现在ABCD 我能滚瓜烂熟 对吧 都是这个道理 现在当学的就是基本语法 学习的时候会比较烦躁 对吧 但是呢 然后也不太好记 但是后期一旦程序 一旦你上了道了 那你怎么呢 就是会书写自主了 好 这就是这一条内容 那我们课件里边除了这个介绍语法之外 然后还给你举了一个例子 举了一个是分识问后的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跟西车PP程序是一样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咱们举的是分程序 像否则如果这例子太多了 举不过来 先记一下语法格式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多路分支中的 否则如果从这就叫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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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